好,大貓開咪了 那有什麼... 會交代給木坊班? 木坊班就有了 我們那個23號有個聚會 時空識班 因為通常有些人進步了 有些問題 希望大家多些問問題 就算你有什麼疑點就不要自己估計 因為這個涉及不是四維空間的運作 四維空間你都看不到 看完你就富貴 你看到四維空間就看到那些旗子何時上去何時下跌 什麼理由會升 什麼會跌 那你想窮也難 但一練功進去就不是四維空間的問題 都不是你控制了 我心臟為什麼你睡覺都跳呢 你都不知道那個力是為什麼來的 是不是 就是那個空間的力 知道不得了 所以你練功練功上下 有人進步我們有責任要告訴別人 所以怎樣再行 如果有人練功有一些問題不清晰 又要告訴我們 其實很手尾長 所以古代難收徒弟 我們當一個課程都有些責任要跟進 所以升二十三號 還有會講多一點深入些的學問 木方班就一直都很多人報名 因為很多人個個都差不多十個穿了九個九都有效了 幫個家人 我們 我已經簽了名的了 在美國賣那個地方 三十幾萬呎 但現在等對方 我已經簽了名了 等會錢過去 那件事一定要做的 什麼事 我們就把這個東方的FIDA醫術 放回美國那邊 由那個醫術去幫人 再傳播一套好的心靈醫術給人 因為他們那個世間全部搞錯了 耶穌教都搞那麼多歷史出來搞到又打仗 伊斯蘭教那些大家咬那些教理那些 又咬一輪又分裂又引起戰爭 就是說你人類有責任 自己搞那個問題出來要解決它 是你人類解做出來 那人應該要有耐性解決它 但是如果由衣術入手就最好的 就是你治到它那些有權位的人 那你說話說十句要聽兩句也有好處 是吧 你治好它的病 所以我買一個地方 那個地方是一個 由美洲那邊一個總部的中央 再輻射它們 那個力大 三十多萬平方尺 我那個範圍很大 商業用地 那些人還給你 我好快 我一搞定 我就好快去開檔找人家 現在招兵買馬 很多人幫忙 特別 很多好的緣份 我們那個網台 我就找了一幫精英 在台灣的再另外多一個 天來電網不動 再多一個 是重整了的 就是兩個 那個就要收錢的 那個網台收費了 收費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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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識不認識窮鬼 那些窮鬼 那些窮鬼生意要做 那些窮鬼生意要做 給那一千幾百元 一千元一年做Member 都不來的 都不肯學習 是吧 有病都可以 有路數給你問的 你都不捨得 你問幾次病 已經省了醫藥費 是吧 正確的知識給你 我找一堆醫生教授 做顧問的 我那個網台 總你進來問證 不用錢 是吧 那你拿著我的網台 張卡 買東西 九折 原本沒有折頭的九折 你一年都要幾千 是吧 我要做到那些人 花一千元日本費 他們多一百五千元便宜 就是我的目標 就是你用一千元來參加這個網台的會員 你每年正常都會多一百幾千元便宜 那就有號召了 你就不要學那些7-11 加盟店 就是加盟店 閹人家 那些壞事 他們不應該 那些便宜了 你知不知道 那些人離開 那些人做加盟店 加盟店現在他就閹回你店頭 見到生意 你隔壁開一間自己公司 是吧 這些是很頑皮的 不需要這樣 不光正做老闆 那些人哪有輕的 那些人不加賊 我不客氣 是啊 你不用這麼黑衣 現在世界就是這麼黑衣 為富不飲 是吧 你人家賺多了 我今天才有人跟我談 因為Daniel仔拿了一塊 《玉刻心經》 指我的意見 就批了出來 片了 片了出來 就雙彎木拖底 那塊多了就要來做 翡翠的料 了解 有一個網友來探望我 我問我 為何你自己這樣做 我可以大口氣找人 我真的有錢 真的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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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那個有錢的身家 多少錢 那個不有錢 是吧 我解決了自己 而可以有這麼有空的錢 就不需要去算得這麼盡的 你能夠被人買一件東西 你回去買兩萬元 賺了五萬的 一傳出來 很厲害的 那個黨 是吧 我懂得做 我不做 留給你賺的錢 很威風 等於那些店舖 三十年 哪有九萬元租 你那兩個有錢 沒什麼用 這個是我們中國人 古代的正式的氣派 現在沒有了 負責兼善天下 這個就是身份來的 難道我今天 我的身家還要算你大貓 怎麼會很嚴重的 你走來幫我做咪 做義工 給錢你又有失利的尊嚴 就送一塊 舊翡翠石給你 開好了 下次給別人看看 開了那些片 就送一塊 整塊水給你 是不是 這個是古代的 萬常軍那些作風 你自己真的有錢 你的錢不管你有多少 你夠了 你自己滿足的 你就要兼善兼善 你不可以算身邊的人 負責刮盡天下 所以這些就是 那些人就調轉了 看成這樣 不是 有人教的 我們從小有人教的 我們有人教的 我們很多人教的 以前做探長也是 他們真的有那種氣魄 才做到大佬 在警察局 這麼多集猜 誰聽你怎樣 是不是 不服你的 有事的 要攬上身 不是 你現在的公務員 你和梁振英 不就是混蛋 是不是 梁振英說得很古怪 他說 不關他自己的事 又不關他女事 又不關他所有家人的事 不關誰的事 是啊 現在 現在 關人民日報事 結果就是關人民日報事 他說了兩句 就關人民日報事 是吧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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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 現在香港出了事 到時他說 不關我事 是關你那六百八十九個人投票 和中央批准委任我做特首的事 不是我的事 對嗎 梁特首 我和你解決策 我和你解決策 應該是 即是關中央委任 不是錯人 亦都是六百八十九個人投錯票 不關我事 是你們選的 是對的 藝術 對的 我們推了一綱二綱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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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首和你解決策 以後你可以準備說這件事 就行了 香港不關我事 是你們選 真的 我沒有叫你投票 你們那六百八十九人 我叫你中央 叫我出去做特首 和我拉上票 你中聯辦 關中聯辦事 關中聯辦事 我們今晚有個主題 主題就是 今晚的節目主題就是 叫中聯辦王振文 回鄉下耕田 有人問我為何定這個主題 有理由 黃振文 我們通常不會你吃死貓的 我可以砌你山豬肉 即是逢是你判人死刑 都要給他一個理由 是否最不致死 現在我不是叫他殺你頭 叫他回鄉下耕田 因為你沒料 他就是過去外國記者協會 俱樂部說話 說香港的港獨 什麼什麼 違反 要依法什麼什麼 第二個我就不叫鄉下耕田 因為黃振文 是清華大學法律學院的院長 釋法的 他說香港要根據憲法 根據基憲法辦事 你那幫搞港獨 超過底線什麼什麼 就是香港政府不懂得執法 要你走來提醒香港政府執法 香港政府不懂得執法 有法不依 即是說錯話 第二 他不知道他自己是沒有資格說法的 他說要依憲法 黃振文很簡單 你和我不要搞那麼遠了 搞得遠都糟糕了 你煩了 你和我北京有幾間圖書館 你和我每間圖書館 毛澤東的著作 是否發生在中國 是否發生 是否發 如果叫你送民主論 北京圖書館 即是難你 政治的問題 毛澤東的思想正不正確 現在還在堅持毛澤東 馬克思主義領導中國 黃振文 現在你說依憲法 憲法就是言論自由 創作自由 你和我每個北京裏面有圖書館 每間和我送五本毛澤東語錄進去 毛澤東語錄 紅寶仔 是啊 你黃振文和我送進去 你送不進去 才會再說話 送毛澤東語錄 毛語錄 黃振文你送給我看 北京不知道有幾十 一百幾十間圖書館 每間送五本我給錢 你送到這個省五皮的飲茶 給你吃鮑魚 要依法 那依不依法 先 是否合法送毛澤東語錄 是否合法 現在都沒有封閉的 毛澤東語錄 你和我每間圖書館送五本 要公開送到圖書館 一次過 每間圖書館五本毛語錄 你有沒有你的傻樣 就來香港講法 你的傻樣 你所有中國共產黨黨員 沒有人資格講法這個字 你說依下法都行 你自己依法 你又沒有人資格叫人民依法 我真是依法 你可以和我在香港圖書館 撿集書帶進去嗎 我們那些一周行 你可以帶領到送到圖書館嗎 言論自由創作自由 什麼自由 什麼人都有資格講法 共產黨員沒有資格講法 你送到北京圖書館 你送到北京圖書館 我再聰明一下 送到中學 你每間中學一本 毛澤東語錄的 開過贈書的發佈會 贈送毛語錄的王振民帶頭 你有沒有 你做到 你有沒有送十匹的 加碼 黃振民 我現在都要送毛澤東去圖書館和學校 你這個傻子走來香港辦事 你這個傻子整個壞相 你不相信叫中學去找他 你不要找他 怎樣可以蹲到今天這個位 走多後門 馬上去 走來香港識法 香港的政府不懂得看基本法 要你教香港人執法 好了 此其一 此其二 你倒下共產黨 你走來香港 煽動港獨 你黃振民 如果港獨是沒有市場的 為什麼呢 你黃振民說搞本土主義 搞港獨班 年輕人 他可不可以調下香港特區護照 先 他還在用 他出門 有時他不去中國大領事館求救 要去 讀什麼 那班學聯 那班學聯 那班四年輕人 你拿出來看 黃振民說 他說你搞了 九月選舉 那一檔就收工了 怎樣去賭捐錢 每樣都不緊張 最緊張是開個戶口 把人捐錢 就是生興行業 你現在這些年輕人沒有事搞 想想壞腦 你明白嗎 這麼多政棍籌到錢 他們就是搞了 我也做了 就是搞了 是嗎 創意工業 創意產業 那你黃振民 連這些民情你都看不到 就在外國記者協會講 港獨 原本不讀的 變成了有江湖地位 你想想 你不是幫忙香港 真是那些人 怕死他沒有市場 抬高的身份 你身為官員幹部 這些是最想要沉默事今 他真是犯了法 香港政府會執法 對不對 那你只是說 我們香港律政司 你怎麼不想依法辦事 你干涉香港內政 你怎麼走來 什麼時候弄到你說這些 所以你回去鄉下耕田 你有沒有這樣的水平 你沒有資格講法的 你幹部 大家心知肚明的 是不是 你看這幫年輕人 弄到這些賴屎的事 賴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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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人家沒有文文文 又搞過希臘文 加拉丁文 招牌 跟著香港眾志 還老土起這些名字 跟著搞過記者招待會 你怎麼沒有票 想到的 散開了 開不開都當 戶口又開不開 整人掛著開的戶口 就可以找人捐錢 所以我上一次節目講過 所以逢香港人家 那些年輕人搞的 這些古靈精怪 你們一毛錢都沒有人捐 真的 一毛錢都沒有人捐 你那些蛇齋蛇腫 你便沒有人捐 總之你便沒有人捐 蛇齋餅腫 他們那些年輕人為何要搞呢 教你的小朋友 你要找一棵樹遮蔭才可以搞的 你找梁家傑 他們應該找公民黨 公民黨有一幫老中青的人 你又是年輕人的 你讓他們安排你做什麼工作 怎麼示威 怎麼成功犯法的 你便沒有人相信這個大耀廷 你便死了 那國民黨一幫大長 他們有一個黨在那裡 他都希望有一幫年輕人幫忙 作為籌碼的 那你便去公民黨 做一個青年的會員 好了 有大哥頭指揮你 你什麼時候出來坐在那裡 什麼時候被棋子 你不是有作用嗎 對不對 你老母你不是 想自己扯棋 好啊 你便死了 什麼事做 我們才是大哥 你們那些老鬼 然後呢 遲早就整個擔保紙在身上 逛街址 這班人全部都不懂計算 你香港你都說了 你自己大家都承認的 是個主權 現在我們要接受政治現實的 好了 有很多人不公道 有很多官員不行的 你就幫他們那些議員 做好那些搜集資料 搜好工作 哪一件事呢 要出街抗議 在一個民生 在一個政治不公道的 他沒有依照程序去做普選 那你又可以上街示威的 你要這樣爭論的 就不是說吵嚴巴閉 又這樣又這樣 你是 你是 所以那天Peter 他們問他 有個記者就問他 香港還有很多人 是中產階級 希望社會穩定的 不希望被共產黨打壓那個自由 你們搞了一樣的自由 那怎麼辦 他的選票投給誰 你自己搞自己獨立就行 你沒有資格代表我們香港人去搞獨立 我們贊成有些事情不公道 都要抗議的 但不是這樣 還有你的動機的心術不正 籌了些錢 那就搬過來自己搞當事 現在個個拿個商人出來籌錢的 或者同學親戚朋友的人捐了錢 人家說你捐了一千元 你就拿五百元回去 有些好的拿五百元 不好的拿兩塊回去 就當捐了 是不是 你這麼年輕人 想這些事情 這幫人 是不是 學那些政治 棍 他不是政棍 他沒有資格做政棍 是學了政治流氓 你那些什麼 你幾個肉酸啊 英俊 你怎麼出來做人 是不是 是很嚴重的 香港也看到你中年版 政府 民政局 教育局 沒有做到一個好的青少年工作 完全沒有做得好 完全沒有做到好的工作 真的沒有做到的工作 你說搞美食車 你說什麼 十九居開放的地方 給年輕人做小車子 拿出去做藝術的 做賣東西的 找些流動車子 可以拆的 用來通造的 可以雙嵌的車子 實惠大把 對 那些鐵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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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車子 那些年輕人 都可以走去 襯去 人體寫身 畫 畫 都可以賺到錢 現在什麼都沒有 政府都九流 政府 還推廣那幾架美食車 三千萬 搞什麼 三千萬 行政費 行政費三千萬 做一篇事先 有個木方班的同學 好啊 有位木方班的同學 寫了一封信過來的 那就說 敬愛的國博士 你好 恩家沒有有烤喘及肺癌問題 近日氣喘問題嚴重 非常辛苦 所以日前到萬福珠寶行 請教博士 得博士指導可用刮砂板 及神仙水為媽媽 舒緩氣喘問題 之後再跟師姐學了一些 做背和手等等的刮砂方法 回去和媽媽治療 因為之前我已經向公司 請了不少假來照顧媽媽 今天也要上班 未能親身向博士匯報這個治療效果 所以才由電郵初步匯報這個結果 在這二三天內 為媽媽用刮砂板及神仙水 掃過幾次背和手 之後 就發現博士的方法 真是非常有效 我媽媽的氣喘問題舒緩了不少 精神也好了很多 晚上睡覺也比之前好 真是非常感激博士指導 及教導我刮砂方法的師姐 我會用博士指導的方法 繼續為媽媽治療及觀察 過幾天再向博士匯報 這位網友就是添這封 他分如那些直系親屬的人 你那個孝心一有就很厲害 而且要補充給大家知道 我們整個三大衣術 純粹是意念的功夫 因為一般人很難相信 意念有這麼神秘的力量 但如果你想回自己 在精子和卵子結合的時間 你現這個相片出來 就是意念來的 不是賭帽出來的 我們人仔 是嗎 你的意念可以變變變變變 變成一個人出來 就算動物也是 它的雞蛋 捕到那個雞仔出來 都是它裡面的雞蛋裡面 它有那個意識在那裡 但意識為何那麼神秘呢 又可以有那麼多顏色 那麼多性 所以到現在科學家這裡 是斷了攬的 那種力怎麼來呢 是斷了攬 是它 它未變相之前 你見不到 比如說你找一棵植物的種子 木瓜種子 和菠蘿種子 和橙的種子 你放在我們的化驗機上 去到最微細那一刻 是一樣東西來的 完全沒有分別 所以就一職一切了 不過既然間你萬化歸一 為什麼它會變成千變萬化出來呢 就是你的意識在那裡 它那個不是物質世界 你看種子是物質世界 那個是意識流的世界 是一個感性的世界 可以千變萬化 是多厲害 可以的 等於你那個城市 不同的建築物呢 都不同的樣子 那麼多棟大廈 沒有一棟相同的 對不對 都是人的意念變出來的 就是它即使畫出來的 它畫出來的 它畫出來的 就有意識來的 明白嗎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 練功練得好的人 一看大廈的設計 你就看到這個大廈的業主 還有看到這個建築師 設計師的內心世界 它已經擺了整棟東西出來的 對不對 為什麼我們說中國人的大廈 停車場這麼糟糕呢 坐碰碰又碰碰 隔多幾個位置收租 就看到主人沒有那個器梁了 明白嗎 你走到泰國廣場拍車 會比較鬆動 你的時代廣場的位置 都比較鬆動 那個通道都沒有那麼打靶的 但是你去到中國人的大廈 那些停車場就糟糕了 不信你走去廣灣道那個 那個瑞光中心羅康瑞那些東西 你試一下拍車又試一下 你就很明顯知道我們說什麼了 知道你收簽了哪 知道你駕駛幾十 又看到那座大廈的主人家那種氣勢 畫那座大廈出來 即使給圖你選擇 或者你給它畫出來 你怎樣加減 有沒有接不接受這套職呢 就是你那個主人家的氣勢 對不對 這個就是很深奧的源起河來的 你不用說話 你說什麼沒有 我們有一個銀行家在新加坡 他那個用了他的銀行大廈 整個地上一萬多呎做匯客室的 一萬多呎 一萬多呎匯客室 一萬多呎匯客室 那樓底整五十呎匯客室 哇 兩萬呎匯客室 做修車廠 又是三十年沒有加租 我真的有錢 我不是計有多少錢 我真的有錢 你有錢 你不肯億人的 不夠 不夠即是窮 對不對 是不是 五千億都沒有人用 即是你都未夠 未夠即是窮 窮的字 因為你是缺乏 缺乏還要拿 不就是窮 我一億走出來的氣勢 可以多你五千億 我捨得 明白嗎 就分別這裏 真的有沒有錢 就這樣分 你那裏是不是 更多個車位 是不是 等你那手車好 等你那手車好 還帶點道理 說那些經濟河啊 他忘記了 你多兩個錢 你沒有了那個聲譽 沒有了被人尊敬那下 口碑 因為你的聲譽 是錢賣不肯賭的 現在經濟河 你是剝削的名詞 等於 現在社會真的跌落後 所以有一集我講過 我們朋友 給印度商人請他去參加學訓練 送件衣服給你 你每次六十萬 大哥 送件禮服給你 你每個人都有一套 你不就真的有錢 真的有錢 那些老師 老師聽到街上賣了 真的有錢 很恐怖 那是另一個學問來的 我心裡很大 不是 另一個學問來的 有派 人家不自在 真的另一個學問 等於以前 我們講 現在過了身 信我黃庭坊 這位大老闆過了身 現在香港信我集團 信我地產很文明 是吧 新加坡人 他坐飛機 撞到一個人坐隔壁 聊幾天 大家幾個聊 臨走 大家這麼投契 他被卡片的乘客 剛好和機坐隔壁 聊聊天 下幾天走 那位卡片 你來探望我 我有幾間房子在新加坡 那個人沒有去到 後來 到了幾個月之後 他就出生去新加坡 真是想著 他去探望他 反正都有時間 一去他 怎麼整間酒店 嚇我 呆了 不是 房子店 房子店 他有幾間酒店 在新加坡 很輕描淡捨 在中國人來說 黃庭芳是成功的 他當年 莫斯科銀行支持他起家 但他最早是陳伯辰 蓬谷銀行 現在就少這些例子 就信他這個人 有能力 支持他起家 到他成功了之後 他再用大錢 就是莫斯科銀行召他的 蘇聯 到他還錢那天 蘇聯駐新加坡大使 開個酒會 就是告訴人 黃先生是我們最有信用的人下 公開講的 他不用支票的 據我們所知 他沒有支票 他在酒樓撕張白紙 請給來人 500萬 簽個名 當支票用 這樣也可以 真的這樣也可以 這麼好信勇 是啊 因為你不要說信義的話 就不會這樣 你問了 黃庭康那個多年 他是年輕人做過 新加坡大外圍莊家 都是大老家 出神 所以有個氣魄 他經常笑 那些香港人 他是福建人 上海人 有一千元 做一萬元生意 我們福建人 沒有一千元 做十萬元生意 香港人有十萬元 做一萬元生意 都騰雞 騰雞 你看人家過江戎 走來香港搞多少地產 過江戎 不是陀地 你都開玩笑 為什麼新加坡的國際地位 會追過香港呢 如果你被這些 金融公司局 上海深圳追過你 一個理由 你沒有膽 你是看檔 手藏腳針 看檔就拿著香港的儲備 去投資 投資就是去賭錢 你就賭得蠢一個人 所以說強積金 是投資投資 投資投資 都縮了水的 好 如果你用我們的方法 強積金 買了 property 收租一組 買了物業 然後把那些 property 放在大盆架裡 拿一條拉出來 做妝 拿回幾千億的靈活 用來打妝在我會市場 有人不對的 我就收湧 輸贏不肯關我的事 大貓你不用做了 你又強積給我 是不是 你現在開兩檔 你用來放在那裡 鎖死了 我再開一條拉出來 譬如我放百千億的物業 五千億物業 我借三千億出來 不用的那些錢 你來打妝 就是開個外匯馬會 就是等於馬會 我自己做妝 老虎也不是自己做 你剛才只是輸 是不是被人追過 你看看新加坡譚馬社 你看看新加坡譚馬社 每年賺多少錢 他賺了錢回來 就全部建了很漂亮的公屋 給那些市民 對不對 問題又說 整班金融專家 那些 他說而已 你隨便叫過來 我給我file去看 你都說你不用說這麼多 他說就一定天花龍鳳 說得到 就等於不懂得功夫 寫武俠小書 現在是怎樣 是不是 我和我一樣的水平 原來是 是不是 我聽回來 新加坡他抄瑞士佬 那套銀行的手側 就 因為很多人都習慣了瑞士佬 那套銀行 那套 有時候 個個都沒有問題 凡是銀行出問題 就是一定要內鬼 沒有內鬼 你有什麼手側都死的 所以八寧都沒有了 比如年輕人穿桂桶 輸了整個八寧都沒有了 但最重要的是 新加坡 因為他有很多 他一個自由港 所有亞洲那些富豪 那些錢都放在那裡多 連蘇聯都在那裡交收 明白嗎 所以他在外匯上看得很準的 但他們那幫投資家 現在譚石碼是很厲害的 投資 拿那些政府的儲備 正式去投資 你香港沒有這些人財 你香港沒有這些人財 各個 都在那裡吹水 各個 沒有啊 做社工出身 你哪有認識 做社工 曾永權不知道有沒有抽稅 他那份量 為何會委任他 財政司是讀阿傑的 你也不是那個 是呀 很簡單的 每個都不知道做什麼 為何會坐在那裡呢 我們那時候很早 我們都在睡覺 我以前是在睡覺的客人 我們很熟悉的 金融的程式 不是你們別人想的那套 不是你們普通人想的那套遊戲 是很專業的遊戲 問題是香港那麽大筆錢 為什麽你這套遊戲的管呢 好了 有什麽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黃鎮民呢 不用不信的 所有共產黨員 沒有資格香港講法的 香港就有一套基本法 執行基本法是香港政府的事 你說得多 例如 你教人做事就走來香港 你先搞什麼 自己共產黨那套法先 很簡單 你個共講就可以了 我送無語錄 因為我響應你那個 每年的國慶 你們的憲報 堅持馬克思 堅持毛澤東司長領導 我就叫你給我送無語錄 送給我看看 依不依法 我叫做一件依法的事 你哪在我共鋼做到 只要你有十萬元的居馬費 是 想你的 明醒你的 共產黨員 送無語錄 找一個城市 所有圖書館 所有的鍾小豪 送去 阿sir給錢買 你給我一張批文 我送出街 無語錄 你講什麼話 沒有人家講法 你玩中國生 在南門打飛機 自己擋完 在那裡揪揭就行 是嗎 對 再講一次才有問題 李黃鎮民身為法律學院的院長 你自己是這一科的 連這個項目也看不到 你就要回鄉下耕田 連那些年輕人出來搞港獨 都是吹水混混賊的 你當他是真的 那年輕人做了幫兇 抬高他們的身份 你以為他真是當年輕人有能力搞港獨 他怎麼會有能力搞呢 你講一講 就變成了他 他好像真的有能力搞 你怎麼樣 你賭人中央政府米 你黃鎮民走來香港 你這個混蛋 是不是 你組織部 早點掃去 不要回鄉田 這些是怎麼死的社會 他一講 更加多人講 原本沒有光無地位 不是 是嗎 他一講言話 哇 這是什麼 講錢 追總數 楊美芬被人追總數 你投票投這些人 你就混蛋了 死了 蛇齋餅總 你總不能給錢 他們的單位 好丟架 報紙賣的 老鼠芬不是誣你 你告就告一張報紙 你還要告我 說我幫你宣傳這些壞事 你看到你的人 我沒有水平 那幾萬元 給我做他 就算中間人 託人的水龍 我都找個老闆出來 你都知道中間託人的水龍 我給你一半 好不好 老闆都比沒有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他一定還要多謝你的 我給你一半 你再追他一半一次 大家知道 他不關我事 他在中間託人的水龍 他加了十個議員 幫他 就是十一個人 怎麼只差三萬七千元 你說多老套 總費 一人幾千元 一人幾千元 十一個人 你養這幫混蛋 你可不可以 用壞路這麼教官 現在被人告 人家告他們 經文聯成員 李志強 梁美芬 殷啟榮 鄺倫 林家輝 莊健成 盧惠蘭 周炳謙 陳鏡秋 文春暉 大家把你的名字 幫你賣廣告 和一個林少宗 五千七百幾十總 三萬七千 三百七十五元 只有十幾人 現在他是贏公司 因為他說 中間一收了錢 走了 因為他們這十一個人 和他沒有直接關係 但是我們出來做一個政客 或者走到江湖 喂 他都是可憐人 你叫了中間人做事 給了錢 中間人 你不直接給老闆 你都有疏忽 那你就背負本票 一人幾千元 一人給一千多元出來 你都不能做的 被人告人到賣報紙 你又不混蛋 你看到這班人 你拿一把政客 衡量 輕重也不會 你覺得香港怎樣會好 喳喳聲 喳喳喳喳喳喳 你不能出聲 為何香港現在這麼小器 小家都不教官 我們以前做生意 你知道怎樣 譬如Peter仔給我票 一萬元 或者五千元 他說五家產 你忘了入數 淡票 銀行打電話來 你又把票淡 我先問一下 我先問一下 接著他 跟著他 他一人打電話來 哎呀 麻煩了 明天你票到期 我忘了入錢 麻煩你入多照片 我千萬不要好 我一早找人和你銀行入 屌你 怕了你 我入五千元給你 就等你票對面了 你才慢慢給我 銀行不知道 我當生意做成怎樣 對面嘛 跟你來往的人客 五千元都彈 你還敢信我嗎 你那些客人很討厭 是不是 我們要這樣做 Peter 不肯上你彈 好吧 以後收你的票 我就不入匯豐 不入那些 有錢人來往信用的 入印度銀行 準備彈 錢 20元給阿叉賺 不肯上彈 沒所謂 因為你平時沒有彈 我便入你那些 有信用的銀行 我又不肯上忘了入帳 你一彈 銀行一看 這個客人 郭先生做生意的對手 這麼厲害 五千元彈票 我借錢給你很危險 遲多早你收不到 明白嗎 錢 一早 那家伙計和你入五千元 入你過銀行 讓你把影片對付給我 知道嗎 請問你拿錢 要幫你付錢 是啊 你這樣 就怕你影響我 沒有選用 很深奧 是不是很深奧 沒有人想的 很多人想著 我的客人的影片 關我什麼事 表面是否這樣看 等於梁振英 關我什麼事 你這些人跟他拿銀行 什麼什麼 不肯關我事 是你們決定的 不是這樣說的 阿別仙 阿梁別仙 我起了名字叫別仙 六八九隻別仙 很簡單 一點不關你的事 他們的議員 不肯問問 我看報紙記者 不肯問問 一說他那個 漏了那個 搜題包 是擺了 塞物業靈柱的 已經撲了一個 塞物業靈柱的 但到今時今日 他的女兒 沒有去拿過搜題包 你不要先說 我剛剛檢什麼檢 不要先說 我先看 你看到議員沒有水平的 既然間有件物件 有人被塞在那裡 現在交了給機場的 塞物管理署 如果拿一件物件 是不是要當事人來拿 那天誰去拿 他媽媽都不能拿 因為梁仲英 沒有走出去拿 那誰可以拿 誰可以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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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可以走出去 讓他拿上機 我怎知道你是炸彈 不是 你不要說炸彈 我不肯說 我什麼都不說 什麼都沒有 沒有安全 什麼都沒有 正常一件物件 在機場 當了塞物管理署 擺在那裡 誰去拿 你原來都沒有 誰去拿 誰去拿 誰有權 先拿一件物件 一件事 一定是搞一個物件 那物件 那物件沒有出過去 那為什麼會拿到 為什麼會拿到 是不是 這樣就好 如果這樣拿到 就經常常人 又有努力士 又有整個行李 又有整個行李 什麼東西都有 你們有可能派 那些人去塞物業 認定署去拿 就可以了 好 別談 明白 你不要說安檢 我什麼都不肯說 所以那些民航處長 保安局長 海港公司出來護航 就是我狠狗 都不用說 這麼多話 為什麼那個塞物管理署 會給一件物件 不是給我物主 誰來拿 有沒有這個人的受窮書 好了 你知道嗎 受窮書是真還是假 你怎麼證明他受窮書 委託他來拿 是真的 有沒有新聞證的副本 就算你是委託受窮人 也有COLLEGE的新聞證 影響本加簽證明 證明簽名的人 是當事人加簽過新聞證副本的 真是委託的 因為你那個物件可大可小 如果有一台書寫得怎麼樣 被你拿走 那些議員 傳媒 是九樓的 哪有需要說這麼遠 又說你不經安警 你進去 又危險 說得六個部分 先說第一部分 安警就第二三部分 那個人再燒上去 我燒你第一部分 他放了在室物管理處 那誰先拿出來 他拿的時候有沒有授權 那個物主有沒有去 如果他授權 怎樣授權法 都說這麼多東西 是不是 我現在梁振英自己說 我沒有說過我是梁特首 我只不過是梁仲恩的爸爸 那梁仲恩的爸爸 是不是梁特首 是梁仲恩的爸爸 原來是梁仲恩的爸爸 原來是梁仲恩的爸爸 不知道的 未必是 你一搞些語言藝術 就能自己捉蟲 你說你是梁仲恩的爸爸 梁仲恩的爸爸 梁仲恩的爸爸 不肯是他爸爸 同母義父 你無理會兒 你根本就很久留 真是久留 原來你有內情 他真是很久留 你看到他老婆 我們說過 梁先生 不知有沒有人警告過你 你在做特首 有某方面的人來問我 他說梁振英 現在你做特首 郭先生 有什麽要提醒他最重要的呢? 我叫他提醒他的八婆不要到處出來 獻世、說少點東西 不是他將來是被他的女人害死的 這次是被他老婆害死的 即是我們說了些東西靈 是有某方面的人很嚴重的 很重視來問我 他知道我們是零星之吉凶的 將來他出事在那女人裏 否則他倆會出事 如果他的女兒在裏面 通常那些女孩子二十多歲 一定不會這樣臭蕩的 我找人帶你出去拿媽媽就沒事了 他媽媽會擋著你 不要出來啊 拿回去,擺款就出事 梁振英那些九流的管理員 要自己聽個電話 為什麽現在叫媽媽 打電話去航空公司 即是你連comment sense都不會的 航空公司和旅行社 真的有少少方便的 他會給一個卡 一個人呢 是專門照顧VIP客人的 有這個方便的 我們都知道用過的嘛 他會出來和女人建議 帶你女兒走出來 她又不用新方方 有人陪著她走出來 你看妹妹我帶你出去一起拿 那女兒就簽個名 拿一件東西 那麽事都沒有 你梁振英 你連這麽簡單的處理都不懂 那你怎麽要學人處理過香港呢 又是你陪王振文回去耕田 大把人要耕田 是啊 又一單又要耕田 很多人耕田 剛剛委任的 平等機 那個 這個不是這個馮苓 這個更嚴重 有人打個背部 這件事真是加散人亡 搞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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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由這些官場看到 就說你從曾蔭權上場之後 跟著有許是仁 因為老闆是這樣的 下面賣仔都是這樣的 各自賺錢 很希望中央政府 一路你們最擅長的 盛藤摸瓜 澳南黨叫做 麻煩你繼續摸瓜出來了 大把都可以摸瓜 看看那些地政署 屋宇署 建築署 路政署 港鐵 醫管局 我們香港市民百分一百 照現在的事情來看 香港市民歡迎不歡迎中國共產黨來干涉內政 嚴打香港的官員不貪婦 嚴打就應該了 你說不說了 干涉內政 那你暫不暫成干涉你的內政 打一堆大老虎吧 那你們說中國共產黨抗涉內政 搞廁股出來 不送廁股走 那你要叫小朋友上街 歡迎中央政府 干涉香港內政 嚴打貪婦 這樣就可以一國兩制了 你一國兩制一定要中央政府支持的 為甚麼我要講這個項目 很多人誤解了 一國兩制 如果你沒有中央政府來監牆 看牆 香港這幫工務員就古靈精怪了 對不對 搞得到機鐵就超支 所以你不可以說中央政府干涉香港內政 即是說如果對香港有好處 你是江市業要補充這句 有損害的就不能在江市 是不是 你是香港古惑仔的作風 有好處就拿 沒得到好處就不能搞 是不是對 你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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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些港澳政府 港澳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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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連香港人那種特色都不會認識的 你怎樣走來看檔呢 港澳政府 中央政府 你連香港人那種特性 即是賺好處的 走責面的 你連香港人都不清楚 那你怎樣做工作呢 你不是要搞些事情 叫你歡迎中央政府 港澳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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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澳政府之後才搞別的樣子 是不是 這些就是純粹香港仔的本色來的 對不對 走位 射博 是不是 有好處就去學人家搞政棍 街邊籌錢 是不是 你每年看那些上街呀 七一上街呀 六四燭光碼會呀 肯有雙仔在阻近 那你又看到香港那些市民是很善良的 自己有心無力 或者怕惹事 不敢出去搞 啊 見間有人搞了 那也是對社會不公意的 他們都樂意支持 但是他不知道他這種事意都是被人利用了嘛 錢就支撐了啦 廿多年來搞民主運動 你說每年捐的錢 你現在計算了 要搞越壞呀 不知道去了哪裏 不知道去了哪裏 不是很拐了呀 搞得打到退往 原本二零零七那裏過拐了呀 那個普選 你劉慧卿 那張票怎樣的頭髮 搞得彎拐了呀 籌拐了二十多年款呀 民主派 搞了什麼出來呢 搞到阿爺 中央政府誤會了你幫香港人呢 又被人搞作怪 又被人的土共呢 阻棍呢 又利用了你呀 證明你那些交民主派的呢 完全沒有政治智慧嘛 是政治現實來的嘛 等於我們罵你的年輕人 你怎能搞得到香港港獨呢 你還在想那本香港特區護照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來的 你出了門出事 你就放棄了不去大領事館求救 是不是 你有急事的 你放棄了那個中國國籍 扯旗 不敢去籌款 自焚走去 像十年那樣 提早自焚 提條行都未行 那我們給你掌聲了 你真的用犧牲 為香港人請命 要不然你就沒有人扮東西 是啊 你哪個香港人出來說 搞本島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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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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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是共產黨來的嘛 搞什麼 搞什麼 自己埋政府堆的嘛 搞什麼 搞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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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出來找些事情 搞說而已嘛 你何德何能搞得到啊 沒兵沒馬 是不是 還說 搞什麼 武力抗爭 勇武抗爭 我都說我單手打你這幫人 搞什麼 你不要約時間 約地點 是嗎 是不是 我們約了 約了吳克劍武抗爭 很久了 有人追 我現在等他們約戰的 不是抽水的 簡單 我一定吃虧給他的 一定吃虧的 即是他會打中我兩拳 又踢中我一腳 預備捱他的 即是你沒理由這麼厲害的嘛 不讓人中一下 打到人嘛 我預讀了 被彭彭打兩拳 因為他雙手 被你打中 我不讓他打中 我就打不到的 即是你快一點 我慢一點 我單手 即是我一下拼你兩拳一腳 即是他有好處 他有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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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面計 表面計 你們年輕人都可以的 你們哪個過來都可以的 不用擋了 我被你扮兩拳 踢一腳 你讓我打一下而已 就夠了 不用這麼多 你要我打你一拳 我先按你一掌 有個預備的 你沒理由不著數 他現在的拳行先 我慢一點點 他打了我兩拳 我捱多他一腳 我一定扯他一下 我就夠了 講一下戰術給你聽 免你搞那麼久 耐 浪費力 兩拳就離開了 不能死 就算你不黑拳 我給你一把刀 我還可以 如果不黑拳本人 我給你一張開刀 你不黑拳拿著 我都是左手打你 我最多是捱你一刀 不肯死的 是不是 我一刀換你一拳 那時候他變成打不到我一刀一拳 因為他的鑄力在一張刀裡 我打他的拳 你不黑拳就告訴你 有便宜 有便宜 你真的有便宜 你還給你一刀 好 第二個問題 那繼續有 又有這麼多涉及錢 這些錢 這個真的要即炒了 梁振英 如果你再不炒陳彰明 你就真的領不超新 又選錯人 每個都黑 我都不知道 你現在正猜選人 選得到 每個都這麼混蛋 還是每個都是一堆 所以選極都是這樣 平等機會委員會的主席 委任他做 他收了兩張錢 他跟別人說他漏報 現在被人踢爆他漏報 我問問你 陳彰明先生 如果你開一間超級市場 有人客拿了東西 出了門口 你拔回頭 他漏報你 你放不放他 我忘記付錢而已 沒有 有什麼放 沒有 不肯拉你 你就說 不肯漏報 拉到你這個不家產 你就說漏報 我漏了 忘記付錢 好 現在你這樣不霸禍 你就當不肯記得了 一踢人爆你 你就說漏報 我們舉個超級市場的例子 梁振英 你在聽著 你回答我 你政府在聽著 這些是不是要落鑊 如果他都不用落鑊 就是說你超級市場買完 你走出去 被人捉到你 你沒有付錢 你說我漏了 我忘記付 對不對 那簡單 你不要把那些人 給他轉移視線 搞到那麼複習 是不是 他說漏報 忘記了報 八千元 你看看市場 上幾個頑皮 又是 是不是 還有什麼 我說台灣 台灣那幫 都拉回來了 石屎藏屍案 這宗新聞要有一個很大的教育 特別要提醒年輕人 不要犯你的錯誤 為甚麼呢 他就為了追十五萬元債 準備結婚 所以我們有很多集 叫人不要跟人有錢 來往就是這樣 你真的借不起 你真的不要借錢 來往 好 還有你追債 追到過了龍的話 就自己出事 好 你自己沒了命 還害到這幾個人要坐牢 行兇你幾個 終身監禁 如果成罪謀殺 有村謀殺 是不是 那你為了十五萬 好了 社會的代價很大 幾個有終身監禁 他們這麼年輕 坐四十年 一年就成十匹 七千多元八千元個人為了奸犯 一個十萬元一年 四個陰家產呢 大膽王 四十萬一年 坐四十年間 你撲不撲到街上 為十五萬 好了 未計那些押解費 上庭 警察部 沒有在那些錢 沒有得閒嗎 警察部 沒有在那些 旺程重掃 早你到沒有 他都認罪了 他認罪了 他認罪了 就不肯做了 一上庭就PG 就屌你了 沒有在那些教 數什麼事 旺程而已 那些口供他就在那裡承認 他聽他的口供 他上去謀殺 我們就收工 沒有在那幾十幾人 你有沒有在往情重組 屌你有沒有有什麼用 有證據就有了 重組一些證據出來 他給口供說夠了 為什麼以前香港六十年代七十年 給你重組 相機都沒有報 你有沒有保安局 你有沒有 交人帶警務署長 香港的錢很緊張 現在 是吧 窮的人都沒有醫生看 你有沒有浪費公帑 你有沒有 單單重組 做什麼 是不是 你多懶惹的 好搞不搞 搞得到你伙計 你有沒有人手 救人手 救人手 你沒有警務署 連鎖都不用說 沒有兵馬 搞得幾個警務署 跟那些鬧事的人對視 你有沒有 警務署長做什麼 好多人 現在警察部好多空 精簡架架 沒有 他真的不認罪 要做的時間 你就要補飛 他都要認罪 做了一個證人 這麼糟糕的 你搞什麼 怕我快腦不夠厚 那些書記有空 有空進法庭 那些皇家大廠 那些人工很便宜 要說一堆東西幫你 是不是 你有沒有 你香港怎麼不見錢 買些水炮車 二千七萬 你有沒有 你搞這些 你拿健康回來 你都認罪 你有沒有搞什麼 重組 是不是 即是說在某種環境之下 他科學鑑證 他不肯認罪 你才要做一個程序 將資料 儲夠上 如果可以上課 他都認罪 搞不肯做什麼 證物都不用上課 如果可以上課 你搬你上去替死 法官沒有心思聽 要聽來做什麼 要認罪 你要證物來替死 你證物就證明他 如果有罪 那時候自己認罪 你搬你來替死 是不是 你真是保安局 你這幫五家產 又浪費香港人錢 是不是 很多警察 那些 警力很夠 小朋友 你們真的 不要跟朋友 有錢來往 真的 是沒有需要的 幫人要幫 做朋友 他真的有困難 譬如說 我老婆生子沒錢 你就開一張車 拿個醫院給他 抬頭寫他醫院名 跟他說謊 他進了醫院 拿得到他本事 是吧 當探探他太太 然後開車給醫院 就幫個朋友 但是要補充一句 你有錢就給我 又沒有說不用給 不用還 你有錢的時間 給我 他不想還 你就當幫了別人 那你沒有壓力 就不用追債 搞到沒有朋友去做 沒有性的 如果你做不到 你下一日證明 你沒有能力 沒有能力 就不要跟人有錢 那些介紹會去銀行借錢 如果你或者想幫他 你問他 他有什麼可以賣的 拿個錶來 賣掉也行 買車也行 有什麼可以賣的 我當幫你了 不用跟你買一件東西 是不是 這個就最好 他就不用壓力 你有錢就買回來 對不對 那就要幫朋友 但是如果你知道 他個人的個性 肥溜溜 就不應該幫 你縱容了他 大花筒 千萬 如果你要小心 這個是很無辜的 賭了15萬 家裡賭了你 又沒有了命 有幾個人去坐牢 為什麼我們要說呢 喂 現在那些人坐牢 那些錢我們有份給的 大哥 你害得了我 你害得了我 你那些納稅人 不見錢 你那些人搞這些無人為的 是不是 我們有份 說一些開心點的 對 開心點的 我們整個年輕人 有種技能 就能出位了 一個女生 在家裡出生不是那麼好的 都可以出位了 香港第一個騎師贏四場 一人贏四場 女騎師 是不是 那麼你年輕人 就要從自己打氣了 這個很重要 我們社會缺乏這個正能量 正能量 所以給她的錢 是要學習的 嗯 不過我們今天有少少東西 有個人拿了一份東西給我 什麼 習仲勳的風水寧言 燒到習近平 還是你 說她拆民居 來幫習仲勳先生 在寧願 是還是不是呢 如果她擴建 你那些舊樓不拆 就不行 這裡要補充說 有幾個 有幾樣情況 第一 在中國 有些人問過我 為什麼有些 那些城鎮 那些政府大樓 建得這麼漂亮 那些 因為她招商 那些開發區招商 她通常 跟中央政府申請了 做過開發工業園 那些落後城市城區 她從深圳覆蓋出去 那就照抄 如果你招商 你不搞那一檔東西這麼漂亮 你吸引不到外商來 你明白嗎 那些馬路啊 三通一平啊 好了 她正在當年 在這個鄉下的地方 陝西庫平原 她是一個窮的鄉下 窮的地方 現在她習近平 做了國家主席 黨總書記 說起中國人的官本位 是有另外一套密碼 就是 等於在古代 做了皇帝 現在皇帝的老爸 葬在那個寮村 那個寮村 那麼狂 那些當地的員工 就要想起了 不如將他變旅遊點 你想想看 鄧小平那個故居 每年很多人去旅遊 去過了 我們去過了 我們去過了 那個樣板 他說他用這個動機 來和他借這個名目 去整理那個寮村 旅遊點 是無可厚非的 但只不過說他要操作 當然 如果習仲勳先生在世 他都不會贊成 但你都要做司長工作 習仲勳先生在世 如果我們做什麼 就做得到的 既然你兒子做了黨總書記 有威望 你老人家在場 都希望利用你小姐 借你的名聲 等你那個 葬身之地的地方 那些旅遊市 輕旺、益 那些後人好不好 我相信五分鐘都不會拒絕 因為你借他的名 令到那個窮的遠城 那些人有旅遊點 你明白嗎 那個目的要這樣的 我相信習仲勳分都不會拒絕 但就很不幸 就說做事這幫人 粗糙了 拆一些屋 或者補償得好 或者補償得不好 那就被人寫一些東西出來做一個行馬 是不是 另外講歷史層面 在中國共產黨建立新中國 也是靠一幫好的老革命黨員 犧牲精神去成就這個事業 到今時今日 這個地方有條件 將它做為理由點 紀念對中國功績的人 是無可厚非的 李孫中山先生有很多寧願 很多 是吧 我覺得是要公開來做的 就沒有跪斷說說 但是他們沒有跟他做好計劃 除了做旅遊點之外 應該習仲勤 如果下面的人 有小一點 就交代這個員官 在他這個旅遊點附近 還做一些環保生態的研究所 將一些資源 那些都是景點來的 讓中國人去到那個旅遊 看到怎樣環保 怎樣去注意生態 還有教育意義 這樣就好 你可以將一件事做到皆大歡喜 可以當成功 紀念習仲勳 武前輩 的環保生態研究所 就可以了 李嘉誠安 都很軟 沒有壞的 你現在要善用資源 難道一住宅做旅遊景點 但他們沒有想到這麼幼稚 就是有大黃島的地方 有些人來學到東西的 學到東西的 還有可以宣傳他習仲勳先生 那種當作一種黨的教育 讓年輕黨員來參觀 學習那種艱苦的精神 那種節約的精神 都是教育來的 是不是 他開工做這個地方 有很多人公開的地方 有些窮的地方 很窮的 陝西那些 很窮 所以 當然你要挑剔 你共產黨 很多人挑剔到很多事情 但這些他挑剔錯了 這些有些人是中傷 或者造謠的 所以有人問到我 我就解釋給大家聽 他可以將你正面的 變成負面來講 好的 但如果你做工作的 現官的人做得完整些 公開些的 透明度高些的 搬遷費 照補給別人 或者幫他搬開些 建一條村給他用的 沒有壞的 香港以前都拆很多屋 發展新界 對不對 是不是 好 第二個問題 小朋友又在組政黨 現在新界鄉市會主席 又打算組政黨 網友們怎麼看 每個都做些政黨 香港很多政黨 他新界應該要組的 不用看民建聯會面識 公民會面識 說給侯志強 博士支持你 你回給你看 新界很獨立的 他就更獨立 更獨立 更獨立 不用跟人美 看人面識 配票給你 他說條件 我們新界應該要組黨 他們的人沒有幫他們說話 譬如他說 新界的丁屋 怎麼再完善他呢 新界的東西怎麼規劃他呢 你那些人沒有幫他說話 真的沒有幫他說話 好了 但你侯志強 組黨我們贊成的 但他要找莫神 再找那些專家 就不是說 曹冤巴閉 好像劉夢夢之流 你就需要出事 即是你要知道 政府的藍處在哪裏 你要做到 現在的政府那些殘神 有些想做事做不到 有些不想做事 有些就基於制度 左蹟蹟右蹟蹟 畫鬼腳 如果你做好黨的話 你到時要搞新界 你找幾個專家 然後呢 砌好整套東西給政府 你不肯想 你想好給你了 你簽我名就行了 將那些矛盾解決了 要不然呢 政府裏面的人都不和的 鬼打鬼的 你賴我賴你 你推我推你 蚊成 那你自己到處 喂 聲好哈佬 你要稱呼 你這個計劃 贊成 簽我名 簽我名 簽了名 一個人都簽了名 同意的 那這件事 那不就怎樣 不肯是他無法煩 你明白嗎 還有就對他社會有益 即是說 現在政府那班工人 不肯不肯 你民間不要肯肯了 怕肯不肯做齊些行 就是你能幫到她的手 因為她現在做的官員很難做的處長 有些橫毛局長在那裡壓著 旁邊那些部門不肯跟你妥協 她覺得你麻煩她 你搞什麼?你搞得不定我回家 我要做事我最好不想做等出糧 這樣就死了香港 這個問題就唯有你民間和這些政黨的組織設計好了 我想將這個東西搬尾 搬尾有什麼好處呢? 處長某一個部門同意 同意我給本書你支持 支持而已不反對 你不能說支持你都說不反對 或者你說沒話說都可以 好 又是另一個部門一去到警方上私底下都談好了 好 但他們是沒有權的 動這些事情始終要談行政會 接著你整堆東西都簽名了 整個策書就扔給局長 由局長擺入行政會 程序就快了 你跟他在底下拆彈 你沒有人去做拆彈 你就把文件放在那裡 放在那裡 不要那麼擺了 麻煩你立刻簽名 我拿走了 給你一個副本 我送去另一個部門 就是這樣 所以當年我們在江西 我們有學生做一把手書記 然後我們就聰明了 人家的投資 一叫一叫二十多個部門 坐在那裡 立刻簽名 把牌照立刻開檔 你油車河 你都死了 油車河 慢慢油花園 你就醒了 一叫一叫一叫 每個禮拜 禮拜五下午 專門做簽名工作 帶領定圖章 有哪些東西 那樣子 站在那裡 在港西 所有部門的頭 不肯放假定在那裡 不肯出外 帶領圖章來 有什麼的 即時就現場過 有什麼反對的 立刻說出來 那個書記 一把手坐在那裡 看著著 但是你要做好這些事情 就是說他們的規矩 你做到速的 就不要到時拿出來 聽到 就拿出來 說你什麼不行 什麼文件 什麼都做齊了 一來到 立刻就麻煩你 那樣子拿到圖章出來 吸引了它 現在新界應該要搞你這條路 民間都要搞這條路 真是爛 這麼爛 這麼爛 是不是 又不肯揹飛 那你把手在那裡 主持的 他就揹飛了 明白嗎 香港真的要行這個制度 所以這些事情就快 但是這些不是人質 人家會說 駁你這些是人質 是嗎 它又有人質 一半人質 一半是制度 但是你不是 人質不肯定 制度也不肯定 你好的制度 他都要用人執行 他不肯動 他現在假裝睡覺 是嗎 是嗎 你表面說香港不是人質 實質多是更壞 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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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官僚 對不對 是嗎 是嗎 他告訴你 進來的文件 一個月內要回覆你 他就等到一個月才回覆你 一個月 一個月 沒有人違規 說明一個月內要回覆你 要回應 又弄些問題出來 讓你回覆你 又拿些問題出來 繼續拖你 又拖你 玩玩 但是如果你出來 不是 你明白嗎 有甚麼要執藥的 麻煩你的部門 說出來要執藥 我叫下面那些單位 要執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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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可以不肯簽 因為他不簽 就有抬底錢 博做馮冥業之流 明白嗎 明白嗎 慢的理由就是 博擺個file 甚麼時候有沒有人來敲門 做官 為甚麼這麼久 要擺一個月呢 立即拿來簽個名 不肯簽 看甚麼時候有人來拍 明白嗎 慢的理由就是這樣 有人來敲門 認識誰 看這個file 真的有著想 對不對 第二個問題 有網友問 從亞洲電視收檔 有甚麼看事 看事到奉經中國共產黨 來搞的事情都會死 碰一下都 就是搞得死香港 就一樣 由他開始派大陸的人入手 封小平開始 就死了 如果亞視在中國 又不肯會死 為甚麼 特權特辦 特事特辦 你們的單位 每個月賣多少錢 廣告在那裏 那就不肯死了 沒有人看 沒有人看都可以 沒有人看都可以 對嗎 對嗎 在中國亞視不肯死了 好 但最初他黃禎班 五街產 又搬了一班兵馬 五金 中海遊 支持他 找一把口 都排名了 在登報紙 說支持他 一個廣告都不能登 那把口子撐來 就死了 他說真的有人跟他登廣告 就死了 中國就行了 要好得大權力的人 對不對 所以他那些電訊一定可以 他自己的檔員百千幾萬 指定有些通訊 不知一個星期收你三元 發給你的 每個月 是啊 你不要這樣 每個月 是啊 在你的黨費上 付加費 要付的 你沒有人用都要收的 你用不用 我今晚都很開心 是吧 這些是特事特辦 所以他們很喜歡特事特辦 那些風氣就吹到你香港 但他狗狗狗 梁振英 他不知道是別聲 你以為你真的可以特事特辦 梁振英的收場很可憐 你看現在幾多人搏出來踩他 有些人說你還有別人做特首 捧帝哥 趁你病 拿你命 是吧 他無法生氣 從那些航空公司職員要罷工 正坐 說你破領壞了國際民航的規矩 你梁振英交代不了 你不可以說別人決定的 你不打電話來 我怎樣決定 為甚麼 如果他不是說你是他老爸 你不是梁振英老爸 我怎樣決定 是吧 你是他做事幾個 沒有水平 因為你令那些伙計難做 所以我們那時候很多集說過 我們跟警司開車 和伙計抄牌 他們說不出聲 照抄交錢 算數 請 那伙計很害怕的 你違規 我不敢抄你 你害我的 大哥 你這個人家產 為甚麼不能抄我牌 違規 又死 抄又死 不抄又死 最良好是抄的 抄了我一定不會失職 最良好是你害我 我不敢升級 但是那個sir是精明的 是不會的 好像我在他旁邊說 不要 那就交了他 以前幾十元而已 交告票 不想躲 其實我伙計 認識我身邊的警司 老實說 叫他照抄 不要抄到手震 手震 抄錯了你教不了他 你太可怕了 他好像sir 你別管了 我們照抄可以了 你不要抄就抄了 你有沒有抄錯了 我知道他姓駕 我開車 他那一陣子 他找了我的頭 看不到 看不到 以前不是很多警司 對嗎 他說sir 我們照抄可以了 你不要抄我 我不會害你照抄可以了 是吧 不會抄 他不是一知你抄就罰我 我就罰他 所以有人給小班 有時候 我叫他抄就我交號票 對嗎 不會他交的 對嗎 不會老闆交的 但我伙計不肯知道 我會說 說句話是不會抄的 我們做事 那些人不抄 在那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 哪會抄呢 警司 伙計都不能抄 現在都會 別說警司 一定不抄 sir 這樣就走了 但我們不會 以後 你的夥計 什麼事 拿自己手 你不可以 拿正來做 對嗎 你要放他一馬 因為他沒有告你 那些人 你不要告他 要對數 就糟糕 怎麼知道是甚麼 是吧 有網友問 人們怎樣才死得有尊嚴 怎樣死的 死得有尊嚴 真的不容易 你尊嚴 真的不容易 因為我不知道他有甚麼身份 不同身份都有不同的地方 有些人有兒孫滿堂在身邊送中 他就過得尊嚴 有些人知道我葬哪裏 有福地 會和你 在哪裏大併人 準備了多少錢 就和你賣給他自己的筆錢 剩下交給他一口 和他做的 或者他有信宗教 他一定去到天堂 那裏有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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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甚麼都沒有的人 就是我們最簡單 首先那個尊嚴 就是人的尊嚴 人的尊嚴 第一 最好避到 不要臨死之前 有那些很痛的病 你真的沒有尊嚴 有人跟你抹屎抹尿 在病床上痛你幾個月 插了喉 想死死不了 我相信在某種環境之下 重病的人都要人道 即是去一個國家 可以安樂死的 如果有重病 你真的沒有尊嚴 特別女人 樣子又不尊嚴 縮了水 你女人真的在搞甚麼 特別那些自認港姐那些 你不要做太大音樂 看見到生氣 是不是 你是呀 你現在叫過甚麼 港姐美女 你不要去那些愛情威 但你叫那條馬鹿 你男社會不會抱著你三日三夜 那條屍 沒有吧 大哥 有外衛生 會不會呀 你說你三行海誓 男人女人都不會吧 你有沒有一個男人說 抱著這條屍 陪你睡三日三夜 在這條屍旁邊 我都不會抱著那男人說三日三夜 不會呀 會不會呀 不是呀 有屍臭 有屍臭 就是呀 有沒有這麼偉大 所以你年輕人 你有沒有信那些愛情偉大 是不是 假的世界 是不是 人他就查量了 是不是 活在當下最重要 是啊 但是 我贊成你如果想知道 小心臨終那個慕民 那一頭半個月 你有沒有擺不擺得下 曾國藩的留下的指示 是可以用的 在你生前 將你的財富分好了 給那些後人提早 就不要令到那些後人 將來欠身家 又引起鬥爭 有什麼都送給朋友 沒有牽掛 他都很多東西 曾國藩 但是我又很重視你那個身體健康 但是你幾好 幾健康 你也是會刮路襯的 但是你不要痛苦 不要痛苦很緊要 不要痛苦的 第二個問題 那 達賴喇嘛宣稱 轉世是封建時代產物 為什麼這麼說呢 講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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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知道這套東西 又有人冒認護佛 很多 又有人扮轉世 冒認護佛 好了 現在又知道共產黨 可以賣一、二千萬一個護佛 不知道 不是 我代價一、二千 有些人說 三、二、四 那些作品大 那些是特大的護佛 護佛仔 哦 有不同的佛執 好了 他取消就是釘包 那些武水劇 不忍受理控制 就是了 他都是為勢所迫的 是不是 現在科技、科學 這麼聰明 擺個使館嬰兒 那你說這個 怎樣轉世法 這個是使館嬰兒來的 你問問 你問問 李兆基 那三個塑膠公仔 那個孫仔 怎樣轉世法 是不是 都站在那裡 就是 他自己知道 這套 古靈精怪的東西 不肯定 沒有市場 開始中間 我們走過很多步 為什麼 我們二十多年前 開始搞無神論的佛學 正式推廣 搞搞下 科技 這麼能先進 上到月球 沒有上和 幾乎都見不到天使 美國人都不肯搞 六十年代 不肯訓練聖經 上課 取消 知道不肯定了 好了 你那個歐洲搞了宗教 搞了一千年黑暗 沒什麼好處 一千年黑暗 搞了宗教 他搞了一千年黑暗 我們中國最靈魂世界 那時候是唐宋時代 對不對 我真是最威風 最威風 我們 我們中國很慘 由唐宋之後 沒有了文明 由拿了假的佛經開始 因為唐宋之後 是元朝進來的 給一幫三番來統治 大佬 給一群沒有文法的人統治 掃領走了文明 散了 你看唐宋時那個 就算藍宋 人民風氣很強 幾乎世 詩詞歌夫 商業 所有的事情幾乎公道 六八年延續了唐宋兩個朝代 最厲害的 當年我們中國文明 由蒙古人入圈 散了 拿了一些略質的文化進來了 到明朝 恢復不了 整天不停 然後皇帝不做事 不上朝 萬官當權 然後再引入清朝進來金國 又是外人的 又是沒有帶文化進來的 對嗎 對嗎 清朝沒有發展過我們的文明 是用回一些東西 來繼續用的 沒有好多的 黑暗的 我們唐宋之後 整個中國文明都丟了 所以那些人私作隊都沒有了 我們支持歌婦都沒有了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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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了 好了 你再弄個毛澤東出來 再弄多一劑 你再弄多一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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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基本的 禮而廉止 人類道德都沒有你埋的 是嗎 不要說學我們這樣的學問 他更加沒有 我建議值兩萬的 你買給你兩萬 你回去這樣做會半七萬的 他問你為什麼你不肯做 今天有人問我 我還有錢 我當然不肯做 名益我認識的人 你買些人回去賺錢 我有名字 原來世間有這些人 很能威我們 他不知什麼叫威 真的 等於我們跟誰 就說真伯老豆 何時買福地 我們就說過 不賣的 我們真家不肯賣的 我們銀行開分行 你開到我的功績有用 原來幫到你 你打個合同來 打個合同來 打個合同來 多少錢啊 天叔 銀碼自己寫可以 自己寫 自己寫 自己寫很難的 真是 真的這樣 太高難度了 銀碼自己寫 那應該買回來的 跟天霸 原來幫到你 升級 那你自己打個合同 你自己寫 這樣呀 大哥 你有什麼表現的 隔壁那些錢 騙過人錢的 你加成長江 你 對不對 以前那輩子的氣量 跟現在差很遠 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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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的人 所以我們從小 跟別人的兒子 學領到他老爸的東西 這樣 他媽媽也是 整個公司 包圍了前面那幾行 做戲 那些老公說 捧場啊 買了他的票 送給人看 送給人看 但是呢 規矩請那些人吃東西的 很多人賣了糖果 丁丁茶茶 幾個 揹著拿 個個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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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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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到通道都是這樣 個個分給人吃 每個月 天霸就去去戲院 找個科技 老婆 看大戲 看了幾次 他找了兩行 長期 你怎麼這樣 他都不知道 給了多少錢 總之 老公來找錢 找人 吃了多少東西 記住了錢 這樣 好了 五十年代 有十幾隻馬 還沒去過馬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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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養那麼多馬 又不去 我連馬師 有些人 幫幫忙捧場 做一隻 做一隻 找不到人 幫忙買一隻 等他馬房 多兩隻馬 做一隻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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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條香單 給他瘦小 他不肯問你 很古怪 很古怪 以前那個珍達屋 後面那個 印度龍Sir 就是他們 那時候 整個六十萬尺地 那時候 他兒子還沒走 那時候 有人說 我們都不肯記得 我的老爸有福地 整個六十萬尺 現在拆出來 你很漂亮 你很害怕 剛剛有網友 多到不肯記得 大哥 是不是 剛剛有網友問 想你說多些近代人 和那些恩果故事 這些算不算呢 就是他爺爺的恩果好了 因為這個他們增加 香港增加就是他爺爺 曾孝天老爸 有一個很特別的 逢有人找他拍門 說想開辦學校 扮了私屬 以前租了一層堂樓 兩層堂樓 扮了幼稚園 小學 教人來讀波波齋 那些 他一定會給錢的 不是借的 喂 我想開辦私屬 不夠錢 那要多少錢 那幾千人 那時候幾千人 我很多錢 那錢錢 就行了 奉了別人 有些是真的 有些是 初初爭合你變假 他都不理你 總之你打個名目 搞一些私校 他就給錢 所以他爺爺都過 很古怪 現在沙田曾孝天 很聞名的 叫沙田拉沙 大哥 真是中國就是他們 後來的 後來曾孝天 添叔 就幫何天 和何善肯 他們搞了一個基金 叫做 在中文大學 那些何和基金 他都很古怪 專給錢搞教育的 不會說左厭右厭的 認識你 知道你做教書的 他知道你是做教書 你現在想出來搞小學 給小孩子讀書 很多錢 曾孝天 但你 soundtrack 曾孝天中華 以前副教育署長在做校監,請了他 很成功的,你問曾經是沙田文,叫沙田垃圾花的名字 姓公會人,他另外有個兒子很厲害的 和少佬打他離開電影公司的,很早期 那個花公子來的,吃兩班無音 那麼有錢就搞,找東西搞 那時是誰,林秀峰就在法庭爆出來,早幾年 曾兆天當年是和他父親一起做生意的,林炳儀 曾兆天是五十年代的香港地產大國 他們很多地,瑞香原貨倉那些 袁桂新鮮那些都是他們興建的 有他們很早有錢的,是戰前有錢的 這是正式的世家 正式的世家 那 Doctor,有網友就問了 去健身中心操練和練功有什麼分別? 兩件事 當然兩件事 健身中心操練對身體的運動量是有幫助的 但是過了龍又有傷害 但是練功呢,有心靈的訓練 是內神經的訓練 他那個有內功在那裡 但是加上我們有個心法呢 一層一層是絕對不同的 兩件事 拿了一篇東西讀一讀 這篇東西是中紀委的網站的 中共中央紀律檢察委員會 中華民共和國監察部編出來的 為何要讀這篇東西呢? 他的主題呢 家風之正在齊家 齊家之要在修身 讀給梁特首聽的 齊家是另一個重要的修身立登 是強調自我修養無犯作用 儒家講求整齊家鋒 不單要求家族子弟 遵守家訓禮儀等各種規範 而是要家長自己樹立起道德標剛 然後通過自身示範來帶動家人效仿 這個才是齊家的要點所在 那你梁特首整家人你老婆 有沒有做到這個身教呢? 有 你女兒二十幾歲人 你出機場都不認識 那你怎樣培養你的女兒呢? 只是培養她周圍 你怎麼攀不父會 是吧? 是吧? 那你梁振英你搞什麼呢? 你完全沒有家風啊梁特首 現在中紀委就推廣這個了 整齊家鋒 是傳承優良的風上 家鋒是一個家族 一個家庭作風的體現 優良的家鋒的分辱 不單止需要一代人的努力 是需要家族世代存擇 齊家之所欲如此重要 關鍵在於可整齊家鋒 終於形成良好風上 所以你整個故事講的嘛 修身齊家自覺平天下 大哥 現在不是變成上梁不正下梁歪嗎? 你梁振英 你倆別姓 他在我心目中 我真的當他別姓來的 我有資格當你別姓 梁振英 自己上網查一下 什麼叫別姓 他叫別三 是 另外一件事說 我們真的當他別姓來的 你說香港幾人慘呢 三屆特首 一個 官商勾結 腳痛落臺 這個耕究董建華 第二個 現在被人控告 是貪污的 第三個 周申士 收台底錢 遲早被人控告的 好了 這三個人被河南水蓋 你都吊了去了 是不肯值錢的 你是被犯罪分子 說你威水 你一人都會瘋了 你應該收領到河南水蓋 都吊了去了 是一種羞恥來的 為什麼英雷黃的河南水蓋 這麼值錢呢 人家真的是捉金來的 怎麼沒有人行差踏錯 黃的黃色 對不對 現在是殺債 你現在人弄河南水蓋 就是殺大阪 是不是 扔炸彈也有一個 大智英勳章 你年輕人扔完炸彈 說學習 學習你 梁剛博有大智英勳章 你就收領了後來共產黨 你共產黨黨員在香港 沒有資格講法 你要講法 麻煩你回大陸講 共鋼 中國共鋼沒有資格 在香港講法律 依法什麼什麼 你有資格講嗎 你自己共鋼都沒有 依了憲法來做事 那個政法委書記 怎麼坐牢 周永康 怎麼依法 一把手 中國共產黨員沒有資格在香港 這個地方 講法律 其身不正 你說出來 就丟咬你共產黨假的 是不是 你連這件事都平衡不了 評估不了 沒有 你黃澤民還發大大 走去外國紀憶俱樂部 說話 你沒有什麼 搞香港政府執法 你都多餘 梁正英不敢駁你 政務司不敢駁你 略政司不敢駁你 法官就不敢為駁你 我們市民駁你 黃澤民 你回鄉家庭 對不對 你想想 你身為共產黨員 有資格講義法 因為沒有法 你說醫法 你就給我送毛澤東語錄 下去大學 下去中學 我醫法 叫你做一件事 醫法吧 送毛澤東語錄 拿梁正來做 因為你說堅持毛澤東思想領土 現在我就叫你送毛澤東語錄 你送到香港圖書公 還請你吃包廁 你訂一批 送給所有香港圖書公 每間圖書公 要派兩部部 集中語錄 擺進去的 由你黃澤民送 你送到了 你說送不送到 這個 送不送到 為何送不到 為何送不到 自由社會去香港 香港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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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到他不能敢送 黃澤民用這個名義 我給錢 每間香港 裡面有一間圖書公 每間送兩本 毛澤東語錄 紅寶仔 你有沒有依法做一件事 給我看 依法 你看做不做到 你做啊 用你名義送的 我給錢 讓你威威吃雞 你看看 加強愛國教育 支持毛澤東思想領導 每間圖書公 擺兩本 毛澤東語錄 突然一批 送去 我磅水 送你完 我為何寫到福能梅 吃包廁 這個 不是吃包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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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沒有犯法 吃得不行 是嗎 你說你依法嘛 我給你一個法 你依法 你依法 送些毛語錄 進去我們香港圖書館 唯一進去我們深圳 所有的圖書館 依法來做的 你做給我看 你有沒有資格說依法 你身為槓桿 是不是 說一些好的槓桿 我們說一個好東西 是中國很少有的近代 一位窮困怒到 智節高尚的中國總理 做人家 你是不是 身家都沒有錢 做總理做人家 很可憐 想不到誰是Peter 讀多書 過兩個 這個 沒有一分錢存款 到最後還被人告債務 大家都在上法院 段祺瑞 不是傳說中的軍閥嗎 就是段祺瑞做過總理 但為什麼會沒有錢 段祺瑞 帶著一元銀 徐帶赤卻 走了二千多里路 來到三東威海衛 學習軍事 1881年 七年後 1888年東 段祺瑞 用第一名的成績 批准他和四個同學 去德國留學 後來德國 看重他的才華 特別將他留在艾森 黑奴伯兵工廠深造 半年後 段祺瑞 學成 準備回國 但是德國 希望他留下 但段祺瑞 因為要報效祖國 離去了 不留下 然後回到中國之後 投入了新軍 因為他表現出狀 西安 就成為了 袁世海小站的練兵 的左右手 他出身 八角聯軍 殺入北京 慈禧走了去西安 今次賠款之後 慈禧回到北京 沿途迎接的大小官員和士兵 都跪下迎接 慈禧御駕路過小站 段祺瑞和他手下士兵 站立迎接 大風就學令跪下 段祺瑞和士兵依然挺立 大風就大怒了 就拔刀出來要斬段祺瑞的腳 段祺瑞抗著槍 昂然而立 露目而示 表現了想言不可參犯的氣勢 當時首謂京城的清廷禁軍 被八角聯軍消滅 要靠新軍 但慈禧就怕著激起兵變 做了寬雲大量的態度不追究 到慈禧死後 大風成為了涉政郎 段祺瑞依然不貴 因此受到清朝的貴族排擠 被他解除了兵權 做了保定軍校的校長 因為這樣他在這個學校培養了一批很結束的軍事人才 直到袁世凱重獲重任之後 他就再重新給重用 袁世凱做了大總統之後準備清帝 北洋將領建元貴拜 唯獨段祺瑞不肯下跪 馮國章就欠段祺瑞 段祺瑞就不滿意 已經是民國 為何還要跪拜 馮國章就說民國大總統和皇帝沒有分別 但段祺瑞就說了 我要軍人只可以行軍禮 然後他直接入總統府叫袁世凱不要清帝 因為共和已經深入民心 你清帝就會導致天下大亂 袁世凱虞處於詭蛇 表示我不做皇帝 但第二天袁世凱立馬隔去了段祿均總長的職位 削了兵權 到袁世凱稱帝 賽樂 護國軍 連戰連接 北洋軍已昏迫了微飾 袁世凱內憂外患重病不起 多年獻他稱帝的人都避而不見袁世凱 撇清關係 唯獨段祺瑞每天都前去照看關懷避致 令到袁世凱唏噓不已 後來段祺瑞任國府總理1926年3月18日上五十點鐘 國民黨同學三聯合會等團體共約五千多人 在北京舉行 反對八國最後通潔的國民大會 在遊行期間 現場負責人員擔心局勢失控 命令預備迷伏的軍警用武力驅散了遊行隊伍 結果造成了當場死亡47人 傷了二十多人的慘劇 段祺瑞在得知政府圍隊打死了請願的人之後 匆忙去到現場 面對死了的學生和市民 長季半日不起 到第二天他自己向國會主動提出引咎辭職 表示從此不過問正事 從此食長素 如是懺悔 一個月後 國會接受辭職 從此段祺瑞過了隱居的生活 大家可以在他的生平學業政治為人處世 馬連平革方面去領略到段祺瑞的人格武力 他早父去了世之後 段祺瑞家道中落 十六歲 他又帶了一元 走了二千多里 去到威海為投奔他的族宿 收留了軍中做一個書童 爸爸遇害半年之後 他母親因為悲傷過度也離世 段祺瑞就獨自挑起了照顧一個妹妹和兩個弟弟的責任 在這個期間 他困苦艱難的歷史 人們無從得知 變成了他的性格是在童年的時候樹立的 好了 他年輕的時候 他是工業頗勤勉 力學不眷 是持名於世的 每一次學校試驗 他都考第一的 和王世珍齊名於世的 和用第一名的成績 和其他四個同學去德國留學 官費入柏林學校學習 在政治成就方面 段祺瑞擁有三做共和的美譽 一九零八年十一月 慈禧和江瑞相繼病死 涉政王大風 賞殺袁世凱 段祺瑞製造假兵變 使得大風不敢動手 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六號 段祺瑞品誠袁世凱的意志 連名四十六個北洋高級中嶺 電速清廷退位 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號 日本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 段祺瑞致電北洋政府表示反對 段祺瑞致開對日會議時間 段祺瑞主張強硬 變成影響了 段祺瑞最終沒有在條約上簽名 一九一七年六月十四號 張芬復璧 段祺瑞討伐張芬 令到他復璧的美夢破滅 這三件事可以充分證明 段祺瑞在維護國家共和方面是功不可抹的 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號發生的三一八慘案 也不應該完全歸咎於段祺瑞 因為他作為軍政長官 對這種悲劇出現 他決定了終生吃素 致死都是吃長齋 到現在小學家證明不到是段祺瑞下令開的槍 所以人們說段祺瑞鎮壓愛國運動的估讀手是不公平的 段祺瑞是一個知恩徒報的人 因為報答袁世凱之語知恩 段祺瑞曾經逼帝去為 反對袁世凱清帝一再陳情 因為他對袁世凱有一個很深的感激思情 才不顧一切奉獻他的恩人不要做歷史罪人 段祺瑞是一個很重情的人 他等到袁世凱去世後才另娶別老婆 私生活檢典 當時所有達官貴人三七六七都是很時髦的 段祺瑞元配一世後就娶了幾房兒太太 他的第四位兒太太很漂亮的 朱書色麗的 但他一進門就愁眉不展心事重重 然後他已經有了義中人 段祺瑞之後就國外 他吩咐他這個老婆好像嫁女一樣 跟他自殺嫁妝 弟弟大大好熱鬧 就將他老婆跟他義中人結婚 段祺瑞讓了兒太出嫁的事 在當時傳為佳話 因為他那些人拿來的 他不知道的 後來就知道了 他就跟回那個愛人 但他很重義氣 段祺瑞是一個很重義的人 當他的心腹隨事真 被馮玉牆物令暴下槍殺時間 段祺瑞暈倒醒後大哭 蔡惡護國軍連戰連接 北洋軍散散 袁世凱在內憂外患重病不起 就唯有 段祺瑞每天都要照料 袁世凱真是很重義 正直 段祺瑞是一個很正直的人 一生為官青年 不愛殮財 沒有不動產 這個在至今的官場 是屬絕無僅有的 段祺瑞一生沒有房產 在民國初年的軍閥政客 是絕不滾有 段祺瑞在北京一直 是租住一間房來生活 直到袁世凱送了一套房 送了一套房子給他 他養女的名義 因為段祺瑞在他的法妻過世之後 娶了袁世凱的養女 張氏做老婆 所以袁世凱又把一套房子送給他女兒 就給了段祺一座樓 那這些座樓的房產 原房署是和袁世凱打牌輸了四十萬大洋 才把房子抵押給袁世凱的 但沒有給到房契 等到袁世凱一死 這個房主就帶兒子拿房契來找段祺瑞 要收回房間 段祺瑞見到人家 見到對方手中有房契 一句話都不說 就帶著一家人搬到家裡 他這個房子住了兩年 就是沒有特事特辦 又沒有房子 沒有房產 後來段祺瑞去到天津上海 都是租屋住 1926年6月 段祺瑞欠黎元洪七萬元 後來因為沒有力還錢 被黎元洪告了上法庭 這件事足可說明段祺瑞在執政期間 真是很青年的官員 沒有家財 不收禮物的段祺瑞 段祺瑞不收禮的 作為一個國軍政首腦 給他送禮的人當然是排成長龍 但他從來不收禮 只是遇到最親近的下屬 和有人送來的禮物 到他卻至不公時間 才在禮物中 選一兩樣最不值錢的東西留下 其他全部退還的 江蘇督君齊涉元曾經送過段祺瑞 一件幾線霜陷各種寶石的屏風 五光十色非常珍貴 段祺瑞的家人喜歡到不得了 盼望段祺瑞能夠留下這件寶物 誰不知第二天一早 段祺瑞已經將人這個屏風給齊涉元 張作霖給段祺瑞送來一些東北特產 是不值錢的 但段祺瑞怎麼都不肯收 後來張作霖副官一再懇求 才勉強收了兩條江魚 即是那些江河一樣的河魚 只有一次例外 段祺瑞將人家送的禮物照擔存收 那個就是馮若祥送來了一個大南瓜 因為沒辦法把南瓜切了半 還給林玉祥 所以我收了 他有花名叫陸北總理 段祺瑞不僅一生為官清廉而水 而且不會用人為親 因此他得到六筆總理的聲譽 第一不貪污肥己 不賣官盡著 不抽大煙 不遇酒 不嫖娼 不賭錢 中國數千年加天下和世襲傳統的分圖 令到這位位高權重的官員都想說任及子孫 一人得道雞險升天的現象 中國歷史屢見不先 但段祺瑞這裏是一個例外 他家規好嚴 夫人和兒太太不准干預公事 他的兒子從小寄養在親戚上 十幾歲才回到段祺瑞身邊 因為缺少糧口教學 所以文化水平不高 很多人獻下段祺瑞把兒子在政府部門安排職位 但段祺瑞沒有答應 他認為子女應該靠自己 由最低層做起 不可以一下子做官 他的弟弟段祺瑞來求他找個官做 段祺瑞一口拒絕了 只不過給他一些錢 叫他回去做買賣 但最給我們中國人稱度 就是他晚年保持棄致 不和日本仔合作 段祺瑞落台後 住在天章193002月 馮玉祥和余錫山聯合反帝蔣介石 日本人認為有機可乘 密謀策動北洋派大同盟 擁戴段祺瑞和吳佩夫是領袖 組織華北快女政權控制華北地區 在特務投資討肥原言義的策劃之下 段祺瑞和普怡曾在天中有一次密謀的會議 不過雙方都不愉快 事後有人問他段祺瑞很生氣地說 被人不才世為國家餘首 這個年輕人還在擺皇帝的架子 真是豈有此理 由於段祺瑞和普怡不呼而善 使得日本方面的言語算盤全部落空 九一八事變 日本扶持普怡成立了魏滿洲國 土肥原言義 就多次天中秘密拜訪段祺瑞 想請段祺瑞出面組織華北政府 並承諾只要段祺瑞同意 日本將會全力支持 但中度段祺瑞的延遲拒絕 為避免了日本人的要脅 段祺瑞全家搬到上海 公開表明自己抗日的態度 蔣介石通令所有善賬與上海軍官 一齊到南京蒲口車站迎接 有記者採訪他為何來上海 他就說日本橫霸行為遇到 情不淋感理不可要的地步 我們國家只有上下一心 一德努力自救 全國積極備戰合力應付 須有十個日本何足遺災 1934年春段祺瑞畏繪洋發作 引起遺暴出血 送到醫院體質日衰 家人獻他開分 增加營養但他都拒絕 人可死分不可開 我已經承諾總身懺悔不可變改 1936年11月1日 段祺瑞畏病突然發作 去到上海雲恩醫院救治 2日在醫院病逝 中年72歲 因為他一生年揭霸素身無愚才 還留下一大筆的欠款 被人告上法庭 後來青島將佛海路用他的名字 改了叫知泉路 與紀念他在一戰中出兵擊敗 德國修復青島的功績 梁品超對他的評價 其人短處故所不免 而不故一生利害 為國家勇於負責 舉國中恐無人能比 吳佩夫對段祺瑞的評價 天下無功 正未知幾人稱帝幾人稱帝 幾人稱王 殿國著其功 大好何生歸再造 時局至此 皆悟在今日不和 明日不戰 憂民成枯疾 中樓底處失怨分 段祺瑞 信佛辭素 為人嚴肅黑板 不苟言笑 生活樸素清年如水 無積蓄房產 不抽不喝 不嫖不倒 不貪不佔 人稱陸北總理 恩致電逼清帝退位 抵制袁世凱聖帝 和討伐將復迫三件事 被人叫三造共和 1936年 七十月歲離合之際 斷紀歲 仍生孩國事向政府提出 百準五的講法 復興之道 不要因爲我見而興起政爭 不要因爲空談而不顧實淺 不要因爲不急之務而浪用民財 即是你不急的事 你不要浪費民間的資材 等於現在香港 那條第三跑道不起 不用死的 多少急的要做事 不要信過激言人的說話 去自搖幫本 現在你是信人搞港獨 幾十年前 你不要信過激言人的說話 去動搖自己的根基 大陸 你找幾個人出來的 我們之前在香港見過 獨立 說而已 你就信了 那就動搖了自己的幫本 即是你共產黨 你睡醒了 你現在說什麼 幾十年前 人家都提醒你了 好像打到你這樣 講外交的人 不要忘記鞏固國防 做教育的 不要忘記保存國水 自家的人 不能放棄國有的禮教 我們連任何特首都沒有教育 家庭 求學者 不要追求時矇的泛華 幾十年前 我們拿一篇出來說 你們臭不臭腸 沒有人做得到 幾十年前 那些孩子登上去給人看 一位窮困 我們這對 我們中國同胞 我們這一代的年輕人 當然沒有見過他 但看回這些歷史 都值得現在的國民 即是大家的同胞 學習這種精神 學到有幾十個中國人 做官有這些 給他登上網 補回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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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我們要尊敬 還有幾條問題 是的 烏箱有水巴 拋兼流入垃 有什麼良科未免 因為前天看報紙 有個小朋友 被粥錄傷了 即是他餵粥給兒子吃 滾粥 這個有個很奇怪的方法 大家聽到的 通知一些人擺定 擺一袋麵粉 擺雪櫃 雪櫃 擺一袋麵粉 擺雪櫃 一灑下去 連垃圾都沒有 烏身 很厲害 十分鐘 你會否一隻手 不小心插進滾油 或者滾水裡 把手都起了 一把麵粉放在麵粉裡 十分鐘 好像未辣過 放在雪櫃 麵粉 一定是麵粉 麵粉 對 一定是麵粉 最好有效 有網友就說 你找個玻璃瓶 放在麵粉 就放在雪櫃裡 不是 你放出來會變的 那你放在裡面 一有事 一手就生了 如果它錄到的手 你就立刻一匙跟出來 鋪了它 不用整個手 不用整個插進去 不用整個插進去 你整個手錄到 烏身 用麵粉 敷了它 十分鐘以上 沒有巴 沒有巴 有網友就說 用了肉扣泉水運氣 好像純了 有 有 不關我那個肉扣泉水的事 我那個是工具來的 力是在它自己那裏 就在我們教它那個方法那裏 譬如那個人急錯 他慢了 那個人集中性能 他因為練那個肉扣水的祝福 他就定了下來 即是我肉扣水 不是那個神秘力在那裏 你明白嗎 是夾起來的 不只是肉扣的力 和水的力 夾起來就有力了 一樣東西沒有力 夾起來 整個程式你就有力了 另外有網友就問 什麼情況下會換流雨會有暗 還有要補充 它不是馬上改變你很明顯的 例如我們那個肉扣泉水的方法 它是慢慢動的 當然不會說摩扣尿軟 第二天就變 它慢慢慢慢的 你的思維會鬆了 還有慢慢慢慢的 令到你家人尊敬你 或會聽你說的話 它慢慢慢慢變 嗯 嗯 那是 剛才那條問題 有什麼情況下會換流雨會有暗招 多 很多人中招 他們這些就借了以前有一幫人 換套的方法來自己交換些樓 它這個逢情贖欠 很少用換樓的 譬如說V郎有間公司有個店 在千萬一咀 現在值五千萬 值五千萬而已 我有一間店 就值三千七百萬 私人公司 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不用打離印 但是在那個田腦廳登記 透過那些地產公司一吹水 就升了水了 哦 或者我自己私人公司 有幾間公司 各有一個鋪位 這樣交換就免離印 嗯 你明白嗎 這樣玩 跟著呢 再串一點 就想做一張提高的租金 玩一間公司 又是自己的 或者卡拉公司 跟他租 請問租藥 租比較貴 租比較貴 有個醫生中了招 在金馬聯道那時候 但是那個醫生富貴 他中完招才富貴 做完招才富貴 做不到招 那時候西亞老 就叫你 做這些手法 就騙人 抬高租藥 他那間公司跟他租十幾萬 買了一千多萬 醫生有錢的 就買 哇 多好 一年收百多萬 就租 他轉了名 買了回來 兩個月就不肯交租了 再租沒人租 那個樓不值那麼多錢 他抬高了 抬高了幾百萬 賣給他 原本吃四千五 他做到賣兩千八萬 因為他真的租金高 原來那張租金就是假租藥 那我買回來 我沒有人租 就放在那裡 哇 現在你想想 你現在買駱駛駛駛多人 是吧 是吧 所以世界上說人算不如千算 你會弄些搞張騙人 騙人 騙了自己的身家 不是騙到人 原來是這樣 他就是為了騙人 騙人 騙人幾百萬 賣高貴幾百萬 自己賣幾千萬 到頭不見錢 兼有奸書 兼有奸書 你看著梁振英這些 下面身邊的柴仔 陳章明之流這些 平等機會委員會 做主席 委任他 大家就兼有奸書 兼有奸書 收八千人而已 不肯報 你聽到眼睛 所以你也看不起那些人 八千元 我給了一個 是吧 你看不起那些人 為什麽說我們這麽困困 看不起那些人就是這樣 你這手八千元 搞得怎麽身敗名裂 被人踢爆出來 你是多醜陋 是不是很老套 第二個問題 最後一個問題 到九鐘 奧巴馬說 干涉利比亞是任內最大的錯誤 有網友問你怎麽看這件事 就是其他 小一點錯 好多 就是單單單錯 這期美國佬搞些事 由布殊開始 什麽都錯 他們 怎麽全身債 美國現在 破產 怎麽金寶紗人 拿出來照費破產 美國 破產 怎麽行亂 不搞 搞到亂了 你都搞到尼比亞 就搞到奈歇什池出來 以斯蘭國 搞不搞 搞不搞 沒人震場 那邊那些古惑仔屌 你都沒人震場 誰震場 哪一個震場 我現在不斷打 誰震場 土耳其 奧斯曼 帝國 散開之後 變成了黎巴 加聯、敘利亞、利比亞、孤磊精怪 才有這些古怪國家的全部 整個是土耳其帝的集團 散了就全部屌你了 孤磊精怪了 沒有人贈賞 沒有人贈賞就搞成這樣 是吧 所以李奧巴馬現在都說怎麼說 你這樣說是最認錯誤的 你沒想過你那個錯誤 你認了多少人加散人亡 你說的原來算的數不肯負責任 你想想你在製造多少人加散人亡 是吧 所以美國人很不肯按鈎那些東西 是不肯爭取熟慮的 沒有人評估的 真的沒有人評估的 那些人為什麼那個評估這麼頑皮呢 這個警告世間人 等於香港什麼平等機會委員會 搞什麼事情 搞到現在呢 最近有一件事還不肯怪的 什麼 剛剛說 這件事還不肯 是呀 這件事還不肯 收便宜錢都說不行的 等於現在世界左膠的人 搞什麼人權平等 什麼什麼什麼 歧視 我們說一種在宇宙地球 不要說外星球那些是多的 地球上有的生命 存在的生命 最低等的生命 就是植物來的 最低等的生命 植物來的 都不肯放在一起 你不肯試試 種橡膠樹的地方 種松樹拍樹 還不肯倒 逼死他們 會弄死他們的 你明不明白 所以你搞搞 你搞清楚說 要將那些伊斯蘭國的人 移民來歐洲那些 那些就很厲害 歐洲左膠 對不對 等於你共產黨 你將你大陸那些人 那個水平 打下來香港 就說要製造那個 中港融洽 你不是多餘的 全部的思維都錯了 那個文化的衝突 價值觀的衝突 信仰的衝突 行為上的衝突 意識形態的衝突 你搞什麼 你港澳板沒有盆算的 你港澳板沒有盆算的 是不是 植物都不行 植物都要排斥的 不是歧視的 這個問題 你怎麼做工作 大佬 中港同監 就說你保留香港 真是鄧小平有先見之明的 你保持他五十年不變 有他的特色 有他的法律制度 這個就是特立獨行的 好了 你共產黨就不敢說話 什麼都不敢說 你找一個有能力的人 真是有能力的 就不要說 你怎麼走來拆你鞋 假裝愛國的人 害死你 那時候楊鐵梁都想做特首 就是中方不敢支持 就是想不想到這件事 特首不用做事 只要公正 維持那個秩序 那些法律不夠用的 就立法 但我們做少了那個缺陷 取消了政治部之後 沒有再成立 我們在二千三百年前 二千二百年 二千二百年 二百幾年 在印度阿蘇卡王朝 總理大臣曾經說過世界的古軍動流傳到現在 一個國家要強盛 一定要有完善的特工組織 一定有一個很完善的特務機構 知道嗎 這個國家要強大的話 所以當年英國人在香港 都有一個政治部 你對那些奸人 古靈精怪 表裏不一樣的人物 一定要用非常手段殺他 對不對 你古靈精怪 上街又籌款又扮愛國 扮愛國就扮穿桂桶 扮民主 包含街產又穿桂桶 所以你香港回歸就沒有了這個政治部 沒有了的 一定失敗 真的 好了 搞得不三不四就搞洗頭艇 沒有搞不搞,有丟臉人搞 一定要有,逢一個國家強大 一定要有一個強大的特務機構 不是開玩笑,一定要有,有明有暗 今晚什麼?花水,很棒 今晚有一個必人表演,把手腳扭轉 大家看過很多次,我的縮骨功 今晚看完這個,我作單拿出來 象皮人 這個就最厲害了 象膠人 就比之前兩集我介紹過這個,我作過介紹出來 這個你就會匪夷所思 你感覺這個不是人 外星人 第二個 有個日本人可以令動物睡覺? 這個高手,我知道有這個能力 但他一般人都做不到 因為他那個氣場太大 他可以令整堆水牛都蹲下 他是用氣功的練力 日本人 真才實力,大家值得要欣賞 我想叫大貓睡都睡不下 我想叫大貓睡都睡不下 你現在叫我去睡 你現在叫我睡 你現在叫我睡 很多正事 劉鳳萍的何花香? 因為劉鳳萍六十年代很紅 很出名的 他是跟過南光探長的 好像我一集提過,南光仔怎麼撇他 這首《何花香》是方彥昏最紅的歌 是的,通常有方彥昏的 所以我特別是劉鳳萍唱完之後 你還去聽方彥昏唱的這個 《何花香》 大家自己可以分別 《光王雲東四十年》 《還有德國樂隊,成吉思汗樂隊的唱歌》 這個厲害,成吉思汗德國樂隊 《有梁聲波和鳳凰女的光棍恩》 這個特地拿出來 很多年輕人都聽過 《丹翻口》、《大雪卡》 這個版本現在是原裝的 《梁聲波和鳳凰女的原裝版本》 值得懷舊的 《還有兩個小朋友的表演雜技》 《可以》 《這兩個高手》 《這兩個小朋友是高手》 《還有一個》 《有這麼多》 《有這麼多》 《我有些未放下個星期》 《下個星期》 《多謝大家》 《我們有一份中國共產黨的蘇聯黨史》 《下個星期》再說 《因為今天不夠時間》 《有這麼多》 《放下他大貓》 《有一篇》 《段旗瑞》 《段旗瑞》要讀的 很多年輕人不知道 很多年輕人不知道 中國有這樣的種類 《不知道的》 《你說的》 《不知的》 《因為不一向對著段旗瑞的印象也很好》 《不!對他的印象也很好》 《我想的是他從德國學到德國》 所以他學到一種作風 德國人那種軍人的嚴格作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